Lio聊世紀,TTNK星,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來看達羅皮圖人對上亞美尼亞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介紹一下這場比賽,這場比賽是HERA對上Viper 他們這場比賽很特別,是打完之後會互換文明 如果想要看他們兩邊互換文明打的結果如何的話 可以到我們的影片結尾或有這個連結,可以大家方便觀看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HERA選擇的文明是達羅皮圖人 達羅皮圖人最大的特色是他升級時會給200木頭 這個效果讓他升級時進度非常快速 而且他的攻兵,戰毛兵跟相攻的部分有攻擊速度的加成 那他的均勻的科技都是半價的關係 所以升級這個劍勇,可以看到這個成本非常省 只要375肉跟175塊黃金 那槍兵路線只要300塊黃金,150食物 那達羅皮圖人很適合這個棒棒開局 那他最大的問題是他的騎兵路線 是世紀帝國裡面騎兵路線最爛的文明 沒有這個跟蹤技術,也沒有品種 也沒有遊俠,也沒有騎士可以用 甚至他連大象都不能升級 那他的輕騎兵也沒有大陸馬,也沒有三級馬凱 可以說是世紀帝國裡面騎兵路線最弱的文明 那他的烏之鋼呢,可以讓他的步兵跟騎兵單位 造成的傷害可以無視敵方的反覆力 算是一個不錯的加成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Viper選擇的亞美尼亞人的文明特性 亞美尼亞人呢,他的伐木跟挖金挖石 每點一次都會增加40%的效率 那他的步兵路線也是蠻特別的 他可以提前一個時代使用步兵的科技跟提前升級 像是亞美尼亞人可以在黑暗時代就按槍兵 封建時代就可以升級到長劍兵 還有這個重裝長劍兵 那聽來說,亞美尼亞人算是一個比較特別的步兵文明 後期點下精冠技術,還可以讓他獲得白血劍兵勇士 那他的攻兵路線比較可惜的是沒有拇指環 所以射程,這個射擊速度會稍微慢了一點點 但是複合弓箭手還是很值得以用的一個保兵單位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地圖方面目前看起來Viper的地圖 左邊有塊黃金,那右邊的話沒有黃金 欸,另外一塊在前面嗎? 兩塊都在上面是不是? 哇,那這邊就很難受了,Hera Hera這邊只要插住一根城堡在這裡 Viper就會爆炸了 那這張地圖有點尷尬 離的非常非常近啊 中間沒有任何的木頭 都是這個超級空曠的地形哦 那來看一下Hera這邊地圖呢 哇,看起來就很不錯哦 後面有塊黃金,前面有一塊 兩邊的黃金位置是比Viper好上很多哦 那主經的位置看起來兩邊是差不多 那Hera這邊果子在前面是比較難受的 但是應該還好 應該是能圍出來,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主要還是這一塊黃金哦 Viper的這兩塊黃金是個大問題 要怎麼防守?很難講哦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風劍士帶會怎麼打 這場比賽啊,兩邊都是很適合前期打棒棒開局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Hera會不會走棒棒開呢 看起來是會哦 三人伐木走棒棒開的機率很高 好,這裡我們來看一下 好,基本上是標準配置,沒錯 三人挖木棒棒開 好,那這邊點了一隻棒棒,直接點上了 那我們的會員教學影片也有教過這個棒棒開局哦 那棒棒開局不太適合新手學哦 最主要是因為配置極限之外,也很非常吃手術 又吃這個配置經濟轉兵概念 所以新手不太適合打棒棒開局哦 有很多原因在的齁 好,那這邊棒棒已經出門了 Viper並沒有打算要走棒棒開 好,那兩位選手打完這個紅牛杯之後呢 這個算是第一次哦,在天梯上相遇吧 好,那來看到這邊拉的村民過來 想要防一下,但裝甲步兵生很快 只要半價,只要七十肉 加上二十黃金,就可以升級裝甲步兵 好,裝甲步兵一出來有點難受 Viper已經轉了弓兵 黃金我在挖,點下了一擊伐木 這裡沒有為好,被迫拉走 村民只能先四處逃竄 好,直接拉村民過來想要打架 但是這樣一直拉村民過來打架就不能挖資源 其實蠻傷經濟的哦 好,Hera這邊 可能會開打起來嗎 沒有打算要拉走了 看到工兵決定還是不打 但是確實已經騷擾到Viper的經濟了 可以看到資源現在是落後的 Viper現在資源落後大約200資源左右 現在工兵出來 但是Hera也是轉成了工兵 工兵路線已經在路上 上了一個獅子 現在正面的部分也補下了更多工兵 但是沒有繼續往前 兩邊都是先圍正面 這裡裝甲步兵 沒有抓到村民 Viper這邊防守還是做得不錯 好,那現在工兵路線來到了四隻 加一隻槍兵 好,這裡頂一下 後面的工兵已經來了 來看一下這一撮工兵能不能抓到村民 Viper拉走得很快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好,但是怎麼又回頭 這個回頭會死 哇,Hera這邊 讓這個村民回頭的時候 還用弱馬去卡了一下 這個就是世界冠軍級的細節 肉馬卡村民 好,結果槍兵直接一槍戳死這批肉馬 但是槍兵也是被工兵給射到了 Viper開局簡易村 好,那Hera準備來升城堡時代了 Viper這邊資源有點落後 現在沒有辦法很順利升級 好,上來之後直接抓掉Hera的所有工兵 好,裝甲步兵也要被射掉了 原裝甲步兵跑不贏工兵哦 好,Viper的四隻工兵出門 加上正面的工兵 趕快繼續按 現在Hera還加上工兵 打算要走極速工兵 好 極速工兵路線 還點了一級挖金 這邊細節都有做好 好,工兵直接走到了最後方 Hera想要預判Viper的路徑 這個預判有點東西 既然我家上面沒看到你 那肯定是你走到這裡來了 但這邊遇到了好像會打贏 誒,對會打贏 剛剛第一時間Viper沒有先行攻擊哦 感覺是沒有用這個移動攻擊 這就是用右鍵點的關係嗎 我們可以看到剛剛Hera是第一法好 先射箭了 然後再來是Viper開始射 好,現在Hera時代領先 攻兵二級射,奴兵都已經升級了 好,這裡又抓一村 Viper直接死兩村了 Viper現在聖寶時代沒有繼續再按攻兵了 攻兵送完之後 被Hera壓制住 Hera現在是馬上補下了二級伐木 補下了城鎮中心 好,開始走一個比較偏經濟的打法了 可以看到這邊升級給200目的效果真的很好 又可以開TC,又可以按二級伐木 而且還可以不斷攻兵哦 這個木頭非常的穩定 好,這裡射掉了大約四五片田 這個Viper經濟有點尷尬,被控住了 田被射掉這麼多 後面補TC 好,轉騎士 那亞米納騎士跟波蘭是差不多的 沒有三級馬凱 然後也沒有遊俠升級,但是沒有大洛馬 整體來說攻防是跟波蘭一樣 用起來呢,是有點微妙的 城堡時代的話還算很能用 二攻二防是正常的 但到了帝龍時代可能還是需要透過轉兵 才能打出亞美尼亞的優勢 好,這隻騎士砍了一刀 空兵回家防守 想要射但是沒有彈道學 有點射不太到,但是有點被包起來了 好,最後還是被Hera給射死了 現在兩邊都是轉農 家裡補了奴炮 現在彈道學 可以讓奴炮直接吃到的關係 所以呢 現在用奴炮,確實會有點 小小的防守效果 但到了帝龍時代 還是需要透過其他東西去做與阻力比較好 好,MIPER點下彈道學跟奴炮的升級 我們來看一下 獲得彈道學的奴炮防守攻兵的效果 有比較厲害了嗎 看來這坨盧炮沒有打算要正面跟 這堆弩幣沒有打算要跟奴炮打 奴炮的數量有點多 MIPER這一招很特別 三個工程器製造所 配上松馬修 騎士配奴炮 好,難道這次的改版 要讓司機立國的天梯變成大改版了嗎 但是奴炮很害怕投石車 我們就來看一下 VIPER這邊的騎士 能不能第一時間抓掉頭車 這裡打了插邊球 好,奴炮喘一下 還是直接被頭車給砸掉 頭車再預判一下 VIPER躲掉 奴炮直接殺了進來 HERA暫時擋不住 VIPER也不管 我看到你投車 我騎士就衝出去扁你 好,這裡已經空到經濟囉 VIPER這一波有賺到一點東西 可以看到這邊經濟已經反超了 VIPER經濟已經領先 但是騎士數量可能還是要去再農一下 不然投車出來奴炮就沒有輸出空間了 好,這裡奴炮先打一下 結果騎士上去直接兩道 投車來不及休息來 也沒有辦法來得及拍到奴炮 VIPER這波奴炮控得很好 但是第二台投石車又來了 好,後面直接拉了非常多的村民去蓋 採礦 挖石頭 投車直接把所有的奴炮給拍光 騎士上前想要抓到投石車 但是還差一刀 拿下了VIPER這一波打得很好 好,但是村民處依舊是VIPER落後的 好,盧炮現在是到處 到處騷擾 我這邊還轉衝車了 好,衝車過來開頂 VIPER就是不按投石車 衝車一台跑過去追投石車 現在VIPER經濟非常好 有一級伐木 可是沒有辦法打得到 哇,這個衝車傷害太高了 這次改版之後 衝車的傷害真的變得很誇張啊 直接衝掉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但投石車出來 先串了一下 投石車 投石車可以馬上修理回來 兩個人聰明修理 修得很快 但是奴炮並沒有停止攻擊 好,這些投石車 傷害直接打到了最高 投車沒有被打掉 VIPER 出了衝車繼續開頂 HERA來壓寶 想要走出這塊區域 沒有投石車 要打贏有點困難 哇靠,這個奴兵 一出來就直接被蒸發 好,奴炮稍微往回拉一下 直接獲得彈道雪 這些奴兵有點難打囉 哇,VIPER跟HERA 都會是世界冠軍等級的人物 兩邊都直接打了 新文明的東西 不,新文明 改版的新東西 奴炮彈道雪 到底有沒有料呢 哇,直接串掉投石車 但是還是被換掉了 好,這邊直接壓了一個強化教堂 但很可惜,這個強化教堂的位置 沒有辦法直接壓制住 這根城堡齁 還是得靠奴炮 才可以阻止來蓋城堡的村民 那HERA現在確實是被壓得有點慘 但是後面的經濟 並沒有 怠慢喔 村民宿還是很穩定的在生產 好,HERA又壓了一根寶出來 現在地龍時代還需要一段時間 但是VIPER已經點地王了 VIPER也想要蓋一根城堡 但是這根寶來得及蓋好嗎 看起來是沒辦法 VIPER應該是有看到嗎 欸,VIPER這個視野居然是沒看到的 HERA在上面補城堡 那有可能變成倒車堡了嗎 好,投車過來 要拍村民嗎 不是偷來拍奴炮 奴炮被拍掉了兩台 衝車開始往前底 想要拿下,結果左邊城堡一蓋好 看到城堡 VIPER直接回頭一個串燒 直接串了HERA大量的奴兵 但是奴炮只剩下一台 最後也要被城堡給射掉了 衝車可以拿得下嗎 旁邊有毛相夫 這台衝車應該是沒有辦法 拿下這根城堡的 衝車的傷害 雖然很高 但雖然不夠 還是拿不下 VIPER看到這裡有新的城堡 直接取消 蓋了一個新的 尷尬囉 雅美尼亞第一個強化教堂會給額外的聖物 這個聖物現在要直接送給HERA了 HERA如果把所有的聖物撿到的話 就有六聖物了 這邊HERA看到這個情況 直接馬上補了大量農錢 要來趕快升帝王時代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4級的價格 這次改版最重要的東西就是看4級的價格 哇可以看到這邊肉被買到了168塊100肉 這個肉好貴 那現在賣肉可以賣89塊 跟賣石頭差不多價格了 所以現在的肉真的是非常非常值錢 有肉類加成的文明 這個經濟到後期都會非常很好 但是其實前期也不太能賣肉 因為前期很多東西是需要肉的 所以賣肉這件事情真的是要研究 哪時候才能該去賣食物這件事情 是需要去研究一下的 那目前呢可能這個META還沒有成型了 可能再過一兩個月 大家就可能知道什麼時間點去賣肉 可以獲得最好的經濟加成 好這邊賣了200肉 MIPER這邊開始賣了一點資源 換了一些黃金 再拖光兵在後面 MIPER後方毫無防備 沒有維加 MIPER打天梯的時候 都不太想維加的感覺 遇到HERA也是一樣 後面沒有維 直接流進來了 這波HERA賺了一村 兩村有機會嗎 有點困難 沒有單道學 射的有點歪 這村可能要拿下 OK 完蛋 直接被弄爆後面的經濟 家裡不維 真的有點難受 但是正面的巨型托斯基 已經在攻城了 兩台巨頭 慢慢攻 但是達洛匹圖 現在是有火炮的文明 達洛匹圖那時候 剛出來是沒有火炮的 這個勝率是非常淒慘 變成西帝國裡面 新文明 勝率最低的 一個文明 那時候還有看到劉爾希 有人說 新文明勝率不高 怎麼有人會想買 但事實上就是 西帝國新文明 不一定勝率就是高 達洛匹圖那時候勝率是最低的 好像只有30幾%吧 37%左右的勝率 真是很可憐 但是 他讓他有火炮之後呢 這個勝率 就稍微平衡了一下了 畢竟他是一個 騎兵超廢的文明 甚至沒火炮 反正就真的很淒慘 好 那現在順利的把兩根城堡 給拿下 HERA這邊是選擇了 戰毛兵 先防守 再後轉兵的一個決策打法 並沒有說 我什麼厲害強勢 我就先轉出來 而是先轉戰毛兵 擋一下 再決定要轉什麼兵種 OK 這裡騎士招搶到 稍微卡位一下 騎士還是溜了過來 砍掉僧侶 下方兩根城堡已經拿下 駝士車直接砸掉 這台巨型駝士機 這個駝士車應該可以拿得下來 那現在RIPER轉出來的東西是 戰毛兵 跟奴炮 繼續走奴炮路線 那現在奴炮升級也不需要黃金的 而且現在又可以獲得彈刀學的效果 奴炮確實比以前能用了一點 但是實際上的戰場效果是如何 可能還是要經過大量的 這個比賽次數之後才知道 這個奴炮META 能不能成型了 好 BIPER這邊R了非常多奴炮 中型奴炮也提升了上去 而且奴炮 嚴格來講的話 他算是一個升級非常快速的文明 但亞美尼亞有一個最大問題就是 他沒有工程工程師 所以走奴炮路線的話 也不一定可以贏得了達魯P圖 甚至待會火炮一出來之後 這些奴炮 就會很難會有更多的壓制力出現了 好 HERA這邊看到你轉奴炮 那我就來轉清奇兵 但是清奇兵是這個遊戲一面最弱的清奇兵喔 沒有三級馬鎧 沒有跟蹤技術 也沒有品種 VIPER 用奴炮路線 能夠拿下HERA嗎 這裡城堡繼續修 拖一下時間 巨型投資機的數量並不多 只有兩台 兩台的話應該是能修的回來 好 下面兩邊 戰毛互丟 這邊先手吃 重型奴炮 好 這邊 戰毛兵的攻速加成優勢已經體現出來了 戰毛互丟 VIPER的優勢沒那麼高 好 奴炮也沒有射程優勢 只有7點射程 好 巨型投資機 開始攻城 奴炮衝進去 串燒一下 好 串到2發 亞美尼亞人點一下了強奴跟化學的升級 奴炮繼續串 這波串掉 漂亮 好 這裡火炮再點了 現在奴炮可以爽爽進攻 奴炮要一直控制才行 好 這裡的火炮也已經開始反擊回去了 用新奇兵直接打掉了幾台奴炮 但是奴炮的壓制力還在 現在火炮數量不多 又點掉了一台 巨型投資機有偷點火炮嗎 想要偷點 差點達到 但是下方的戰毛兵開始在互打了 奴炮一台一台的被火炮給點掉 現在四台火炮 夾擠了這些奴炮 果然阿 火炮這個東西到地龍時代遇到火炮文明 沒得打 真的沒得打 所以 跟我預估想的一樣 即使或者彈道學 要成為META 還是要看火炮的臉色 真的是喔 還有投石車的臉色 但亞美尼亞這邊要反制火炮也很簡單喔 只要轉生鋁就行 但是現在對方轉肉馬 又是戰毛兵 其實轉生鋁的壓制力的效果 並不是那麼強大 Vipe這邊也想要轉奇兵 那亞美尼亞的奇兵就好多了 直接多了一個品種跟盾中技術 雖然一樣都是三攻二防 就來看一下HERA要不要來點烏茲鋼了 烏茲鋼科技 已經點下了 OK 不是裝甲 現在Vipe 在城堡高地 進行反擊 現在能做的事情有點缺乏 Vipe決定是要轉重裝騎士 這一波清奇兵衝進來 沒有拚就有清奇兵 被城堡打兩下就要倒地 打來一發 好 最後有九隻清奇兵衝到了後面 這裡收村 哇TC射這個馬也很痛 沒有三級馬海真的太不耐色了 而且也沒品種血量真的是有點差 OK 可以再收村一下 Vipe家裡經濟還是受到了干擾 這兩隻清奇兵居然沒有發現嗎 Vipe這邊複合弓抓到蓋寶村民 這一波可以抓到非常多的村民數量 好最後還是蓋起來了 騎士過來收村 HERA這邊選擇要走強奴路線 而不是大象弓兵 不走相弓 走一般的強奴 火炮的優雅之力 開始反擊了Vipe回去 現在Vipe 要打贏HERA 可能要再繼續轉更多的兵種才行了 那現在可能還是要轉一下強奴 或者是繼續走複合弓會比較好 走動當騎士的話 黃金消耗很快 而且對方有烏之鋼這個科技 直接打騎士的傷害也蠻痛的喔 這裡直接手勢一台巨頭 Vipe這一波 直接要被拿下第一兩 應該沒有辦法 第二台是有點困難 這裡Vipe直接衝到了後方 騎士加戰毛強奴 什麼都有 直接開始重爆後面的經濟 現在後方 這個城堡 應該可以稍微擋一下洛馬 但是巨型投資機 怎麼沒有拿下呢 HERA 這邊有點操作失誤 尷尬了 火炮還沒有拉過來 直接流到了後面 開始進行騷擾 現在所有的火炮巨頭 都在中間這個位置 Vipe這邊開始轉型 要轉成白血劍勇 那轉白血劍勇的話 遇到強奴還是有點難打的喔 而且WP2也有火槍兵的 所以大家會直接轉火槍 射這個Vipe的劍兵勇 可能Vipe還是需要搭配戰毛兵 好這個火炮直接打爆了大量的傷害 一堆戰毛直接倒地 火炮直接被拿下兩台 但是臨死之前打掉了一台火炮 這個火炮也是被拿下三台火炮 就可以秒殺一台巨型投資機 現在HERA點下了三攻 起兵的傷害來到了最高 好這一波後面騷擾 確實已經控到了非常多的經濟 但這一波肉麻衝進來 直接防守住了嗎 哇結果是戰崗模式 好再發呆 這個就是 跟大家說不太喔 不太建議去學戰崗模式這個東西 有些是進戰單位 連HERA都有時候會操控不過來 手術這麼頂級世界冠軍 都有操控不過來了 好況是我們一般人 在玩這個戰崗模式 真的會玩到手忙腳亂喔 那現在Vipe點下了二級的 一級的步兵鎧甲 雙手劍兵也慢慢升級上去了 現在肉有點不太穩定 但是劍兵器還是先按了幾隻進來 直接點了金罐 OK那這邊直接點常見兵就不虧了 好那現在Vipe三個生物被打噴出來 現在兩邊都是三生物對三生物 HERA也在轉步兵科技了 哇現在肉可以賣很多價格 我們來看一下市場喔 價格現在如何 現在肉呢還可以賣59塊啊 哇但很可惜 兩邊都不是肉類加成我名 兩邊現在都很需要肉 要轉步兵了喔 所以現在阿拉伯打起來 後期缺金的這個感覺 不會像以前這麽克難了 現在麥肉可以賣到更好的這個價格 跟換取更多的黃金了 好遊戲時間來到了53分鐘 Vipe有點被壓制回去了 現在白血劍勇還在升級當中 Vipe沒有想要繼續跟HERA證明應戰 但是家裡沒有收村 一堆村民已經開始被青騎兵打到了 現在HERA的目標是要拆除中間TG Vipe的目標也是想要辦法解掉這一坨單位 後面那坨青騎兵沒有時間理 這波衝進去 Vipe家裡會爆炸 好這裡槍的數量只有少量的16隻 這樣是點得完這一坨劍兵勇士的嗎 白血劍有沒有三級的步兵鎧甲 被射還是有點太炸裂了 這波拉打HERA拉得很好 後方直接炸裂TC被拆掉 裡面村民只能四處逃散 Vipe這一波 村民速下降的有點快喔 只剩下105村了 少了15村左右了 好這次有三級的步兵鎧甲了 但是還是被吃兩發 就要被秒掉 巨型托斯基順利拿下了第一台 第二台也拿了 現在這些劍勇沒有搭配戰矛 要去抓後面的東西有點難打 不然就是GIN要更多 劍勇按更多一些才行 他現在農田已經被控 經濟要重新在農下才行 現在沒有經濟喔 Vipe現在在專心控農田 現在反而是HERA非常多的黃金 換到了賣了500肉 換了248黃金 HERA這邊半價均勻的升級 也開始在轉步兵了 哇果然 Vipe轉了裝 劍兵勇士之後 沒有辦法打得以強弩阿 甚至連火炮都不用轉 直接就射穿了Vipe的白血劍勇 等於說還是得搭配一些工兵單位 戰矛之類的 Vipe是有搭配沒有錯 但是問題是正面的 劍兵勇士的數量 沒有辦法很穩定的成型 現在就是一直下水小 往前送 沒辦法直接造一大堆出來 是他的致命傷 好這一坨強弩已經急殺掉69個單位了 好強阿HERA 好Vipe的劍兵就帶著過來 等時Vipe後方經濟又被弱馬騷擾到 TC已經曝光了 家裡是一團亂阿 村民宿已經佈滿100村了 好終於把這一坨強弩打到只剩下6隻左右的數量了 雖然搭配強弩跟戰矛 好要順利拿下 但是家裡後面農田也被拿下了 Vipe這一波可能要打GG 經濟已經扛不住了 HERA的資源量還有3000多 1000多塊黃金 現在肉還可以賣到46塊錢 就算HERA把所有的肉賣掉 還可以繼續把Vipe給磨死阿 好後面這些村民擋不住 百險見有沒有辦法拯救世界 謝謝 Vipe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ERA拿下第一賽勝利 哇這場比賽總感覺 Vipe 轉白血見有的時機點不太對 不太對 感覺要繼續打一陣子的騎兵才行阿 那是亞美亞人打騎兵的話也沒有三級馬鎧 打起來也是其實蠻吃力的阿 但是如果打白血見有的話 這個轉型花費黃金其實也蠻多的 那後期肉沒有辦法穩定下來 也沒有辦法透過賣肉去換到更多環金 產生更多的劍兵勇士 這應該是Vipe後期這邊最大的問題阿 雖然上面有在重新補一些農田阿 但是沒有辦法很穩定的去產出更大量的食物阿 畢竟最主要的食物大中產生地阿 還是在這一塊區域阿 那HERA這邊打得非常好的一點 就是針對你的農田區即行打擊阿 只要你沒有農田了就沒有建有 這是相當合情合理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